星铁十月大事件来了 2.5下半场星穷获取 2.7新角色公布 2.6前瞻直播 2.6卡池角色汇总来了 规划抽取必看 10月1日商店刷新 可兑换5张专票和5张通票 10月2日 2.5下半开启 卡池角色零杀托怕 持续到10月22日 10月8日 2.7新角色开始公布 有几个就公布几天 根据目前已知剧情的分析 新角色估计是星期日和复活后的亭云 大家打算抽吗 10月11日 2.6前瞻直播 届时会发放300星穷 兑换码有效期 只有十几个小时 关注我的老粉都知道 我每次都会第一时间 把兑换码和前瞻内容 发给关注我的朋友 还有每版本全网1000兑换码福利 没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 就不会错过了 还请点赞投币三连支持一下 祝您十连出好几个金 10月11日 双倍外圈一气掉落 一共12次机会 10月14日 混沌回忆刷新 本期buff是击破后 延后敌方行动 并增加层数 造成固定数值伤害 击破队大喜 10月23日 2.6版本上线 五星虚数致时角色 乱破登场 2.6复刻角色 大概率是在这8位中选取 大家可以把自己想要的角色打出来 也许就复刻了 2.6当天 还会上线迁到7天送食抽活动 10月28日 末日幻影刷新 最高可获得800星穷 2.5下半月卡 玩家可获得6000星穷36抽 零克玩家可获得4000星穷24抽 大家一定要规划好抽球 花猪每天会分享最新的兑换码 和各种资讯攻略福利 点个关注方便查看哦 最后还请您点赞投币 支持一下花猪 万分感谢了